几年来,男士发型夜流行着一款无比帅气的发型,狼狈头。 这款大热的男士发型席卷全球,造型前卫兼具时尚与复古。 这款发型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。 如今,复古潮流再度兴起,将刘哈全部树上去固定好,这样就形成了一款个性十足的狼本头。 露出了额头之后的男士们更显气日语生事饭,在各大玛丽苏妍情剧里面有出色演出的石南沙手金东老干部,狼本头自带商务饭。 不过了各个借口女性的心,同样是老干部的霍剑华男神,帅气十足,配上这款发型凸显示伤感。 简单且利落干净,男神伴十足,学之间虽是个渣男,却不得不佩服这个造型杀伤力之足。 露出额头的狼本头配上黑晃眼镜,清爽干净自闻,试问有哪位女生能抵得过,得了这样一位帅哥的甜言蜜语。 狼本头配一身怀旧风西装的王凯,一身贵公子的气质,儒雅的造型再加上那迷人的低音号,简直没有女人可以逃出她的手脚心。 羊羊,一身情爽的少年气,比起之前的厚刘海造型,狼本头这款无刘海的额头的发型更加凸显出,她无语伦理的玩味剧烂物观。 更显气质,龙眉大眼的标准帅哥,王家儿,这个造型更加帅气富有个性,跳起舞唱起星哈的霸气十足。 剧场全开,十分吸引人,精华男神里见,作为识人型歌手,这款发型更加凸显她的干净纯粹。 人一到中年却依旧是顶着一张秀气的脸庞,充满淡淡的忧伤气质采情侧露,迷死人不吵命,一直被吵拍戏,都是一个表情面瘫的圣一轮,让人不可否认的是,白白净净的脸却是十分俊秀,配上这造型,给人一种威严冷酷的霸气感。 帅的不要不要的,帅气少年迪玛西在芒果台造型式的敲手之下,颜值比在老家的时候高了几个度,灵动力眼睛透露着纯净的少年感,时而忧郁,时而迷惑。 书漫画里走出来的王子一般,给人一种桀骜不信帅气感的吴,亦凡,颜值高几本什么发型都抠得住,这种露额头的发型更加突出他的健康少年感形象。 看着乌亦凡这张海报,是不是觉得连他手中的鸡翅都变得格外优人呢? 风度翩翩的黄轩的外表,在演艺圈内部属于特别出众,但却属于十分耐看,并且越看越顺眼的类型。 黄轩一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高级感,文艺气质发演活了每一个温韵如玉,或是方当不羁的角色。 这些气质自然也跟他成功的造型脱不了关系,拥有像外表却是动笔画风的灵更新,大概是每一个少女的女小男友模板,外星出色却不是幽默感。 身高齐长挺拔,肩宽腿长,绿树临风,配上狼背头,气质真的是卓尔不群,脸长得好看是老天爷赏饭吃,而好看的造型更加是加持,造型得当,能把整个人的颜值与气质拔高几个度。 这么多位美颜盛世的狼背头男星,不知哪位才是你的新头号呢? 感谢观看